下面我们学习第七类特定交易 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什么叫客户未行使的权利呢 我们先结合日常生活当中 所发生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比如我举例子来说一下 百联集团 向消费者销售联华OK卡 我今天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我去购买这个OK卡 假定我买了一张卡是一千元 但是我今天虽然付了一千元 购买了这张卡 但有可能我今天并没有 立马去超市消费这张卡 也就是说采购 没有并没有 可能到半年以后 甚至一年以后 我才去超市消费的这张卡 去购买了一些食物 那么站在客户的角度 今天取得这张卡 那就表示尚未行使的权利 那我们今天呢 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也就是站在百联集团的角度 当企业向客户 销售了这个OK卡 也就是处置卡 那就是相当于 先预收了这一千元 因为还没有向客户 销售商品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对于这类业务 站在企业的角度 应该怎么来处理 分两点 第一 企业因销售商品 向客户收取的预售款 今天是销售这个OK卡 收到这笔款项 作为预售款 赋予了客户 一向在未来 从企业取得该商品的权利 并使企业承担了 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义务 我已经收到钱了 但是还没有向客户销售商品 所以对企业来说 今天预售的款项 计入合同负债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企业已经收款了 但是还没有转让商品 还应当将来要承担 这一项旅行义务 将来 当客户在超市去 消费这张卡的时候 我们向客户转让商品 那个时候 我们才可以确认收入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 某些情况下 企业收取的预售款 无需退回 而且客户可能会放弃 其全部或者部分的合同权利 这什么意思 客户购买的这个处置卡 损坏掉了 丢失了 或者说 甚至有可能会过期了 等等 导致这张处置卡 客户没有去超市去消费 而这笔钱 企业当时预售的这笔款项 又是无需退回的 那么此时 无需退回的这部分款项 怎么进行快捷处理 那就是企业预期将有权获得 与客户所放弃的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 比如根据以晚的历史经验 参考一些数据 每年 这个每次销售的这个金额里面 比如销售一千万 这一千万里面有百分之五的部分 客户 放弃他的使用 而这笔钱呢 也无需退回给客户 那这笔金额 百分之五这一部分 就贵企业所有了 那就是 预期将有权获得与客户所放弃的 合同权利相关的这个金额 多少呢 以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那就是五十万 那这个五十万怎么处理 肯定也是作为我们的收入了 问题是怎么确认收入呢 应当按照客户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 按比例 将上述金额确认为收入 总共款项是一千万 百分之五那就是五十万 那还有多少 还有九百五十万 那个九百五十万 客户来消费的时候 消费的多少 我们按比例 把另外一个五十万呢 也按比例 来进行截转 确认收入 等一会儿给大家举例子来说明 否则 企业只有在客户要求其履行 胜于履业义务的可能性极低的时候 才能将相关负债余额转为收入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到期这个除制卡是有期限的 那么过期失效了 那作为期来讲 履行这个义务的可能性就极低了 我们不需要履行这个义务 那么我当初还有一些合同负债余额怎么办 转到收入里面来 那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把这道立体掌握了 OK 括号七 客户为行使的权利 这个支持点就掌握了 考到这个支持点的题目 你就会做 我给大家编了一道题 一起来看一下 假公司是一家经营商业零售连锁的大型企业 不就是我刚才讲的百联集团吗 以主要责任人的身份 销售商品给客户 注意 有的是销售这个处置卡 它是代理人的身份 它是帮别的企业销售的 然后它是拿佣金的 我现在讲的是 假公司是一家 以主要责任人的身份销售商品 那其实它销售的这个处置卡 是它自个儿的 购买它假公司的商品 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23年4月1号 假公司向客户销售了113万张不可退的处置卡 每张卡的面值为200元 含增值税额 总额为2.26亿元 其中增值税是2600万 客户可以在假公司经营的任何一家门店 使用该处置卡进行消费 根据历史经验 假公司预期客户购买的处置卡中 将有大约相当于处置卡面值金额百分之五的部分 不会被消费 也无需转交给其他方 也就是无需退回的 假公司预期将有权获得与客户卫行使权利的相关的金额 也这一部分贵假公司所有 就是百分之五的这一部分 截至2023年4月30号 客户使用该处置卡消费的金额是8588万元 其中增值税额是988万元 在食物当中 我们到山产区消费的时候 销售价格其实都是含税价 所以我在这儿把总价款列出来了 其中增值税多少也写清楚了 假公司通过处置卡销售的商品 其使用的增值税额均为13% 在客户使用该处置卡消费时 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 请注意这句话 其实是结合税法的问题 我们从百年集团购买这张处置卡的时候 站在百年集团的角度 它尚未向我们转让商品 站在税法角度 还没有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 只有当我们到超市去购买商品的时候 此时百年集团才是向客户转让商品 在消费时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 在那个点上才是开举增值税 销项税额发票 本体不考虑除增值税以外的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第一 根据删除资料计算假公司 2023年4月份通过处置卡销售的商品 应确认的收入金额是多少 第二 根据删除资料 编制假公司2023年4月份 有关处置卡业务的会计分录 就是第一小题是计算 第二小题是编制会计分录 先看第一小题 假公司 预期将有权获得与客户未行使 处置卡消费的合同权利相关金额 我们先把这个算出来 大家想一想 要让我们算一下 4月份假公司通过处置卡销售的商品确认的收入 一部分是 你已经 客户已经消费的这一部分 8588 减去988 不含税价格 那就是7600 这部分是确认收入 没错 除此之外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那有个5% 客户是不会来消费的 我们也无需转交给其他方 属于我们所有的 我们应该转为收入 当然这个转为收入要按比例的 你总共销售是 其实是不含税价是两个亿 两个亿呢 你现在销售的是7600 那就按照比例 截转那个5%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个5%的这部分 把算出来是多少 不含税价是两个亿 两个亿 整个处置卡销售了两个亿 5%算下来是1000万 那么这个1000万呢 我们将来是按比例转为收入 不是一次性转为收入 按照什么比例呢 大家算一下 总共是两个亿 两个亿的不含税价的销售额 我们这一次是多少 是8588减去988 我们要算收入是按照不含税价 那这个减下来是7600 8588减去988应该是7600 那这样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两个亿里面 还要减去那个5%的部分 那5%的部分 因为那个5% 是将来不会被消费的 那就是其实分母是多少 一万九对吧 特别要百分之 那就是一万九 这样呢 我们算一个百分比 把那个1000万元的 预计不会消费的部分 按比例节奏为收入 也就是说 假公司在4月份呢 他有两块收入 一块是 客户通过这个处置卡来消费 消费的商品 这个部分是7600 然后那个1000万 不是一次性转到今天收入里面去 客户消费了多少 我们按比例节转多少 分子是7600 刚才说了分子是7600 分母其实是 一万九 因为不含税价是2万 2万减去1000 所以是一万九 这就是百分比 百分比乘以那个1000 这个算下来是400 这400 所以把这个400加上去 因此 假公司在4月份 确认收入金额是8000万 本身销售是7600 还有430比例 这个比例是40%的比例 是吧 40%的比例 4936 7600 对的 40%的比例 也就是说这1000万里面 结转400万 加起来是8000万 这是第一步 本月4月份销售 这个处置卡 处置卡业务确认收入金额8000万 第二件事情 编制分路 4月1号销售处置卡时 借银行通话22600 没错 代方请注意 暂时不能确认收入 我们是预收款 我们不知道客户什么来消费 但合同负债 不含税价 两个亿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一个知识点 合同负债是不包含增值税的 同时另外一个科目 也要提醒大家 关键是这个科目 我们昨天记好了 应交税费 代转销下税额 2600 我们刚才给大家 解释过 假公司销售处置卡时 并没有向客户转上商品 根据税法规定 只有当企业向客户交付的商品 纳税业务才发生 所以此时 这个2600 不能记载增值税 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销下税额 不可以那样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一部分要设置一个科目 叫代转销下税额 关于这个明系科目 其实我在负债来一章 给大家补充过 我们教材上没有详细说明这个问题 下面提示 再复习一遍 我们在负债来一章讲过 甚至我还给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明系科目 在报表上怎么劣势 这个教材上也没有 去年考试 客观体还正考到这个指示点 代转销下税额 这个明系科目是核算企业 一般纳税人 销售货物等等 以从会计角度 有可能已经确认收入 我们这也没有确认收入 但有可能会确认收入 但是尚未发生增值税 纳税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先记载代转销下税额 等到将来站在税法角度 他认为你纳税义务已经发生了 再转到什么地方去 销下税额 是指这一部分增值税额 说明什么呢 说明会计和税法可能是不一致的 虽然我们这道理 确实还没有确认收入 但是有些业务里面 会计上已经确认收入了 但税法角度认为纳税义务还没有发生 那么他记载代转销下税额 等到将来纳税义务发生时 转为销下税额 所以这个科目大家清楚 代转销下税额税额 顾名思义 将来要转为销下税额的 那我们做题目要看题目 如果题目不考虑增值税 这题就简单了 如果考虑增值税 这儿有个明细科目要注意一下 代转销下税额 接下来4月份通过处置卡销售了85 我们前面一个8588 那客户已经消费了 那实际上比如我们是客户 我们在超市去拿这个卡消费的时候 那其实他要开票 这个时候开局的发票 增值税发票 但有增值税的 那么此时我们要将合同负债转为收入 转为主营业务收入 计划多少呢 刚才说了 是8000万 已经算出来是8000万 8000万里面转过来的 转到主营业务收入 同时呢要注意 增值税 我们刚才讲了销售的时候 多少增值税啊 988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转988过来 从代转代转肖像税额里面去 转到肖像税额 当然这个时候 注意啊 收入金额和增值税肖像税额 不一定是配比的 这是会计的 会计角度确认的金额 这是税法的 会计和税法一定要记住一点 会计和税法是两条线 我们学习到后面锁的税 更清楚这个问题 会计是会计准则 税法是税法的规定 所以说要注意是两条线 站在会计角度 一个今天本身销售金额 是7600 再加上 截转的400 截转了一个400 按比例分 截转了一个400 所以是8000万 税法呢 税法我们今天销售是多少 销售是8588 含税价 增值税988 题目一致 所以我们开票是按照 988开出去 开的票上的销下去 是988 所以我们这是988 要转988出来 好了 这个问题给大家这样说明一下 那戴转销下税额 可能有余额 余额就挂在那呗 我们这个业务一直在发生 它有可能有余额的 那余额就挂在那 然后还有新的业务在不断发生 这样不断的累积下来 好 那么大家掌握这道题 我觉得刚才所讲的客户卫行事的权力 两点就能够掌握了 第一点呢 就是预售款 我们暂时记载合同负债 将来销售商品时 转为营业收入 第二点 那就是预期有权收回 不再退回客户的那个权利 也就是预期有权获得与客户所放弃的 不再退回给客户的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 这一部分呢 我们在每一次客户销售时 客户购买这个商品 按比例 结转为收入 掌握这么两点就可以 好 那么这是括号七 接下来我们看括号八 最后一类特定交易 叫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所谓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先把初始费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钱不退了 什么是初始费呢 比如说 我们加入这个 比如说这个健身房这个俱乐部 我们到健身房去办个会员卡 他可能办会 作为会员 可能让我们交给 比如50块钱 那100块钱的会员费 那这笔钱是不退给客户的 或者说什么出装费啊 接拨费 这啥意思啊 现在比较少了 你看以前呢 我们家里面如果装个座机 以前应该说 在通行不是很像现在这种 普遍的情况下 家里装个座机 他收这个出装费的 2500块钱 你装个电话费 还得 电话费另外算 就这个出装费 本身叫2500 其实还有其他的 比如家里面 我们天然气 要接这个天然气 他要让我们要收什么 收我们的机博费 或者说叫出装费等等 没气了 以前都有这种情况 现在逐步逐步把这些 费用给取消掉了 那么这个统称就叫出使费 企业收取以后呢 不再退回给客户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 站在企业的角度 企业收取的这个出使费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怎么进行会计处理 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如何确认收入 企业收取出使费的时候 首先应当评估一下 你所收的这个出使费 与向客户转让商品 转让以承诺的商品 是否是相关的 那就分两种情况 相关或者不相关 首先看括号一 如果相关怎么处理 括号一 该与收取费 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是相关的 那这里面相关 又分两种情况 先一 该与收取费 与向客户转让以承诺的商品 与承诺商品是相关 并且 该商品 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这个转让的商品 本身是形成一项履业义务 那么企业应当在转让这个商品时 按照总的交易价格 要分摊到该商品里面 因为商品本身是一项履业义务 那么按照把这个交易价格分摊到该商品 这一部分 就这个商品这一部分 我们相应的确认收入 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书上也没有举例子 我给大家编了几道题 来说明一下 奖公司为一家五星级的温泉度假酒店 其实我也是结合食物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给大家编的这个题目 我这个住的附近呢 就是有一家五星级的温泉酒店 那么有一天呢 我在这玩的时候 突然想到 我应该结合这个酒店的营销的一些活动 我编一些题目 所以我就编了这么几个题目 正好把这儿的教材上 没有举例子的 比较抽象的问题 通过例题来解释一下 2023年4月1号 奖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一项特惠的套餐A合同 我这儿要讲三种套餐 现在这是A套餐 A套餐合同约定 第一 奖公司也就是这家酒店 将客户收取1000元的入会费 就会员费 你是会员 同时赠送给会员呢 这个客户呢 也就是会员客户一份高淡礼品 另外呢 客户就是会员呢 必须向甲公司支付8000元 购入酒店客房的会员卡 凭此卡可以入住该酒店高级客房是20天 其实在搞活动了 也就是说 一方面 推销这个会员卡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收这个会员费 其实总共收了多少钱呢 9000块钱 9000块钱对客户来讲 有哪些权利啊 一个是收到礼品了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 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价格可能要便宜一些 因为五星级的 可能是至少在600块800块一天的 那么他这样的相对比较便宜 400块了 如果按照20天算那就400块了 合同有要期是两年 甲公司收取的入会费和酒店客房的会员费 费用均无需退还 上述酒店客房的会员费的单独售价是1万2 正常情况下 你入住这个酒店的话 20天 一天是600块钱的 1万2 而高弹礼品单独售价是3000元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分析 A套三所收取的入会费 1000元 实际上是与高弹礼品是相关的 他为什么收你1000块 他实际上是在送这个礼品的 变相的在销售 与向客户转让 与承诺商品是相关的 同时转让的该商品可明确区分 礼品是礼品 那个会员卡是会员卡 可明确区分 并且转让该商品的承诺 在合同中 彼此之间可以明确区分 这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单项履业义务 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商品可明确区分 第二 商品的承诺 彼此之间要可以明确区分 那么 才构成一项 单项履业义务 所以假公司应当在转让该商品时 也就是说这个高弹礼品 其实它也应当分摊一定的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 按照分摊制 该商品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下面我们看怎么分 高弹礼品 这块入会费 实际上 与这个商品是有关系的 而且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所以呢 这个是金额一千 这个是 会员卡是八千 他们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按比例分摊 礼品的单独售价是三千 所以占比算出来 乘以 括号 一千加八千 结果分下来是一千八百元 高弹礼品的交易价格 那么在转让高弹礼品时 按照一千八 确认收入 而客房呢 那按照一万二的比例 单独售价是一万二所占比 这样算出来呢 是百分之八十 那就是七千二百块 七千二百元 那这个七千二百元呢 在将来履行 每次履行的义务时 什么叫每次啊 因为它是二十天 两年之内二十天 你每次来住一次 等于对其来说 酒店来说 那就履行义务一次 那这个呢 就七千二除以二十 每一次我们可以 确认收入是三百六十元 这就是我们刚才 所讲的第一种情况 干液出使费一千元 与向客户 以承诺的商品 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 是相关的 其实这一千元 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他实际上送这个 高弹礼品的 因为有的企业 喜欢搞这种活动 是不是啊 搞这种活动 企业里面呢 有一些比如说行政人员呢 就是搞这些东西啊 说实话 也有一些资深 一些其他问题出来的 这个你能懂我的意思 那么站在企业的角度 他不管了 站在酒店的角度 他相当于是销售了 是不是啊 名义上说是送的 那实际上是销售了 因为 与这个出使费一千 一千元 与转让的礼品 是相关的 并且该 礼品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刚才我们不是 把这个道题 分析了一下吗 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要将这个 总的交易价格 分摊到 各单项旅业义务单装 确认收入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反过来 如果该出使费 虽然是与转让商品 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商品是相关的 但是该商品 不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不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那就意味着 这个商品和 企业本身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会员卡是捆绑在一起的 作为总的一项 包含该商品的单项旅业义务 也就是说 这项交易活动当中 只有一项旅业义务 那么此时 企业应当在 包含该商品的 单项旅业义务旅行时 按照分摊制 该单项旅业义务的 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我们书上的就是一些文字 比较抽象 所以每一种情况 我分别给大家举个例子 还是刚才这道例题改一下 甲公司为一家五星级 温泉度假酒店 2023年的4月1号 甲公司与客户签议一项 特惠的B套餐合同 我们把它区分开来 这是B套餐 涛餐币合同约定是 第一 甲公司向客户收取 1000元入会费 赠送给会员的 20张温泉门票 这也是送的 第二 客户 会员客户必须要向甲公司 支付8000元 购买这个会员卡 凭此卡可以入住 该酒店高级客房是20天 注意一个问题 上述温泉门票 只能在客户入住该酒店时使用 且每入住一天 限用一张 你总共是20天 可以住20天 那么送了你20张门票 你一天只能限用一张 其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是捆绑在一起的 不可明确区分 入住单日若未使用 该温泉门票给予作废 合同有效期为两年 甲公司收取的入会费 以及会员卡的费用 均无需退华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分析 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进行快捷处理 套三币所收取的入会费 1000元 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商品是相关的 收理1000块钱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送了20张温泉门票 但是要注意个问题 该商品与合同中承诺的 其他商品具有高度关联性 它是捆绑在一起的 你住了酒店这一间 你就可以用一张门票 温泉门票 你不能单独说 我不来消费 我就用另外的时间 我来用这个不可以的 它是具有高度关联性 既然是具有高度关联性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不可明确区分 所以它不能构成单项旅约义务 也就是说这个商品 温泉门票和这个 客房的会员卡是 合在一起 构成一项旅约义务 因此假公司应当在 包含该商品 单项旅约义务时 会员卡 就是入住这个客房一天 等于相当于是 捆绑了一天的门票 这个温泉门票 是包含这个温泉门票 在内的这个入住酒店的消费 那就按照分摊制 该单项旅约义务的 交易价的确认收入 说白了 其实整个在一起是9000元 然后9000元 在每次履行义务时 因为是20天嘛 那每次收 确认收入是450元 这个时候门票 温泉门票不能单独确认收入 它实际上是 和这个入住客房呢 是结合在一起 关联在一起的 好 通过这道题呢 帮助我们理解 刚才这个文字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前面我们所讲的出市费 与向客户转让以承诺的商品 是相关的 相关的情况下 我们再分两点 那就是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还是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分别怎么处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讲的另外一种情况 那就是 如果这个出市费 与向客户转让以承诺商品 是不相关的 那不相关的 那当然这一部分 今天是不能 作为收入来处理的 只能作为什么呢 也就是我收了这个钱 我并没有向客户转让商品 这叫不相关 那我今天收的这个会员费 是与未来转让商品的 有关系的 所以应当作为 未来转让商品的预收款 在将来我转让商品是确认收入 都是比较抽象的 还是结合生活当中 例子给大家说明 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我再举个例子 这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举的例子 我去过 比如西北这个油面秤 去吃饭 去了以后他有个活动 他说你今天付个299元 取的一个会员 然后在一年之内 你在这消费 他的那个餐饮上 大家有的同学可能去过 也可能参加过这个活动的 成为他的会员 他有会员价 有员价有会员价 有很多这个菜品呢 他的会员价 价格还是挺优惠的 你如果来的多的话 那绝对这个299元 肯定是划算的 那么今天我去消费的时候呢 西北呢 让我给他付了299元 这是初始费 今天啥也没给我 我就是一个会员 所以与向客户一承诺的商品 无关 不相关的 没给我东西啊 不像刚才啊 收什么1000元 要么给门票是不是 要么给高单礼品 这儿没有 但是一点 我们今天站在企业的角度 大家能够理解 今天企业收了这笔钱 但是他将来啊 消费者客户来这个饭店 消费的时候 那些很多菜不都是会员价吗 但是将来在转转商品时的 预售款 因为有这张会员卡了 那么客户将来回来消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 相当于先提前预售了299元 既在合同负债里面 将来在企业消费时 我们把它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 采取一定的方法 把它分摊到未来 其客户在消费时之 装为其的收入 就这样的理解 我们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甲公司为一家 五星级温泉豆价酒店 2023年4月1号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一项 特会套餐C合同 我们三种题目 三种情况嘛 所以这是C套餐的 C套餐的约定 第一 甲公司向客户收取100元的会员费 就收你100块钱 啥也没给你 你是会员 他为什么收这个呢 那就是因为酒店呢 你是会员 要注册登记啊 汇集资料啊 他可能也要发生一些成本 杨茂初在杨身上 他要先收你这100块钱 那行吧 因为我们认为 办到会员以后 这个比非会员的价格要合算 你这个会员价 你看一下 一天是400元 那这五星期酒店 一天起码要600元 那我今天付个100元 挺合算的 所以我 你虽然啥也没给我 我愿意参加这个活动 好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刚才说过了 你办这张会员卡 20天 8000元 为期是两年 无需退还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这个收取的 100元的会员费 入会费 其实 与一转任程度的商品 是无关 不相关的 此时怎么样进行处理 我们看一下分析 本地中甲公司 淘三C 所收取的入会费 是为会员入会 开展初始活动 所收取的初始费 并没有向客户 提供所承诺的商品 提供的承诺的服务 它只是一些 内部行政管理性质的工作 即与向客户 转任以承诺的商品 是不相关的 因此甲公司 虽然为补偿这些活动 向客户收取了 100元入会费 但是这些入会费 实际上是客户 为酒店服务 所支付的对价的一部分 站在客户的角度 就是我今天也 先付了100块钱 那么加上 另外一个8000块钱 就是8100 等于是总的 我付了8100 作为对价的一部分 所以站在酒店的角度 今天应当 作为合同负债 那个100元 包括那个8000 都作为合同负债 等到将来呢 向客户提供客房服务时 我们在分期确认收入 就这样来理解 好了 那么这一块呢 分这么两大类 相关不相关 两大类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们教材上确实比较抽象 就是干巴巴的文字 所以我们在这 就不同的情况 给大家分别举了例子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学习第二个问题 开展初始活动 收取初始费 以及发生支出的会计处理 两点 第一点是 企业开展初始活动 就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活动 收了初始费 比如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刚才讲的 一个是 西北 收了299元 会员费 那就是收取了初始费 开展初始活动 第二个就刚刚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温泉酒店呢 收了这100元的入会费 开展初始活动 那么收取在这个初始费 怎么做呢 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 企业收取了 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且未履行合同 应开展初始活动 当这些初始活动呢 本身并没有向客户 转让以承诺商品 也就是说 与向客户转让以承诺的商品 是不相关的 而这些初始费 是与将来转让商品 是相关的 我们将来要为客户提供服务的 所以 这个收取的初始费 应当在将来转让时 确认为收入 其实这段话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内容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 括号 这种情况 只是我们书上呢 就这个问题 单独说了一下 因为我们开展一些初始活动 所发生的一些 收取客户的一些费用 比如我再举个例子 打个比方说一下 我们去健身房 办了一个会员 收了我50块钱 那么站在健身房的角度 他就收取了初始费 他收了这个50块钱干什么呢 他会给你一些理由 他说 我给你注册一个会员 然后呢 比如说给你建档 建个单案出来 然后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给录用一下 量量你的身高啊 体重啊 测一下你的体能啊 就是搞一些活动啊 这叫初始活动 然后呢 收了你50块钱 但是呢 要注意 这个初始活动 并没有向客户转让 一程度的商品 他只是一些准备工作 管理上的一些工作 所发生的一些成本 那么站在健身房的角度 这个50块钱 应当是 作为将来转让商品 因为将来企业 就向客户提供服务啊 作为将来转让商品相关的 与将来转让商品相关的 所以今天 即使收到这笔钱 应当作为合同负债 等到将来转让商品时 转为收入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点 收取的这个初始费 那么第二点 发生一些支出 刚才我们不是讲过了吗 健身房呢 他要为这些客户啊 要建这个会员 资料 那么发生一些支出 那么这些支出 我们怎么处理的问题 企业为旅行合同 开展初始活动 但这些初始活动 本身并没有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 那么这些发生的支出 应该怎么做呢 注意 应当按照收入准则中 有关合同履业成本的相关规定 确认为一项资产 或者说 进入当期损益 什么意思呢 这是你的 为了将来履行义务 所发生的支出 作为一项合同履业成本 确认为一项资产 或者说是 进入当期损益 费用化的部分 我们前面讲过 合同履业成本 发生的一些成本 由企业为了履行合同 所发生的成本 有可能资本化 进入合同履业成本 有可能 或者说进入从货等等 有可能费用化 就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并且企业在 确定履业进度时 不应当考虑这些成本 因为它没有 向客户转让商品 所以在确定 假如是一个 某一时段内履行的 履业义务 比如 在兼人房 我们会员卡是三年的 我今天付了多少钱 那么按照时间的进度 分期 确认收入 这是兼人房 把它作为一个 某一时段内履行的 履业义务 那么在确定履业进度时 这些支出 不能算在成本里面 这是细节问题 小问题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是特别重要 那这个讲完以后 那实际上我们 第八类业务就讲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第八类啊 给大家总结一下 你这一块呢 说实话 虽然教材上文 内容不多 但是就是干巴巴的文字 特别抽象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思路理一理 对于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要看这个初始费 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 相关还是不相关 分两种情况 如果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是相关的 就像我们前面取的例子 套餐A 送了高档礼品 套餐B 送了20张温泉门票 都是相关的 那如果相关的 那我们怎么做 那要看 是否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 该商品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第二是 该商品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如果该商品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毫无疑问 我们要把这个交易价格 分摊至该商品 单独确认收入 反之 如果该商品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那就意味着 这个商品和其他合同单中 其他的商品 合在一起 形成单项履业义务 商品本身不能形成单项履业义务 比如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是套餐A 这是套餐B 套餐B里面的温泉的门票 它是和客房是高度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它不构成单项履业义务 因此我们将门票和客房 合在一起 两个商品合在一起 作为一项履业义务 也就是说 企业应当在包含该商品的 单项履业义务旅行时 包含该商品 客房在消费时 我们提供客房服务时 相当于也提供了门票的服务 所以就包含该商品 这商品就是门票 应当按照分摊至该单项履业义务的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 合在一起算 确认收入 反之 如果初始费 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商品是不相关的 这是掏餐C 根本就没有转让商品 那你今天预收的这100元 将来是与未来提供客房服务 是有关系的 相关的 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合同负债 等到将来向客户提供客房服务时 再确认收入 也就是该初始费 应当作为未来转让商品的预售款 在未来转让该商品时 相应的确认收入 好了 主要就掌握这些内容就够了 那么刚才后面讲到的两个小的支持点 不是特别重要 细节问题 我也给大家做了个解释 好 那么 第八类特定交易 无需退还的初始费 你就重点掌握这一张图表就OK了 那其实到这为止 我们有关 第四个大问题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总共有八类特定交易 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了 那么大家在学习完以后呢 我建议大家 把这个八类特定业务 再逐一的 你刚才前面学的时候呢 我们都给大家讲完一个 小节一个 讲完一个小节一个 那我们整个都学习完了以后啊 你再把这一块从第一点再回顾一下 再复习一下 因为可能又忘得差不多了 因为学了后面 可能前面就不清楚了 那么 在这个基础上 必须要巩固 再从括号一开始 把这一块内容再复习一遍 复习完了以后 我们进入下一节课的课程 下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 第五个大问题 有关PPP项目合同 这是我们去年教材 所新增的内容 把前面巩固好 我们再进入下一节课的内容 好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就学习到这